針對萊豬議題 國民黨製作十組綠營明代對於萊豬言論的圖片 凸顯他們在萊豬議題上的雙標或正義發言 國民黨也揚言 未來會再整理出更多綠營明代挺萊豬或雙標的言論 要讓選民看到自己選區的明代 是如何面對實安議題 還有很多選民 他們不知道自己選區所選出來的明代 他們曾經信賴托付的明代 竟然在反對健康 反對實安 在殘害他們的健康 所以找各種荒腔走板的理由來投票 我們應該要讓每個選區的選民知道 他們自己選區的明義代表 到底在萊豬 在反萊豬的公投 這個立場上到底是站在什麼樣的狀況 我真的要請問林靜宜委員 美國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為什麼我們不吃萊豬 就一定要吃素呢 更何況林靜宜委員犯了一個很重要的錯誤 美豬並不等於萊豬 如果把所有的萊豬都抹黑成美豬 這對台美關係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這才是獻美國於不義的元凶 所有的萊豬明代 這只是第一波 請大家不要逃避 我們會一個一個把大家揪出來 這些主圖我們之後都會改製成懶人包 透過縣市系統組織系統散發到各縣市去 讓這些選民好好看一看 他們自己選出來的明代 怎麼會這樣子來破壞自己的健康 逆風當烏鴉的這位有風骨的陳其邁烏鴉市長 他曾經說過也一句非常經典的話 就在去年12月24投票前夕 他說了 這個國家難道只剩萊豬議題嗎 為什麼國民黨要一直這樣子的去抗爭 還要夜宿議場 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們國家還沒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嗎 他說防疫難道更不重要嗎 但是社會大眾不理解的 是你到底為什麼要那麼急 你為什麼一定要敢在美國總統大選前 就一定要強硬的 就通過可以進口萊豬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 我們台灣有幾句話 講民以食為天 講什麼吃飯黃地大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對於每一個台灣人來說 食品安全問題 就是一等一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民生問題 大家最關注的 民眾當然就關注這些事情 這當然是民眾最關注的事情